俄乌战争已经成了北约系坦克和华约系坦克较劲的舞台 大量在冷战时期被设计出来 原本用于互相PK的坦克 在冷战时没能找到对决的机会 没想到现在辛仇就恨一起算 那么在俄乌战争中两大体系坦克之间的较量 碰到出了哪些火花孰优孰劣呢 首先来看华约坦克 比如乌克兰的特六四BV 俄罗斯的特七二B3 特80BV等几款经典型号 在冷战时期他们承担的任务很简单 那就是作为进攻的箭头撕开北约的防御体系 消灭北约集团的火力点和坦克 所以华约系坦克在设计的要求上 就比较策证于以下几点 第一是战斗权重不能太大 毕竟是要要求机动进攻的装备太重了 履带压强就比较大 通过能力就比较差 比如难尼地 水网地 那过不去的话你还怎么进攻呢 此外 战斗权重大还会给悬挂系统 动力系统带来很多的故障 造成妥善率不足 一旦出现战损 拖都不好拖 因此华约坦克战斗权重普遍只有四十多吨 最多不会超过五十吨 第二是普遍配备自动装弹机 华约坦克限制了战斗权重 又限制了车身尺寸 整体比较低矮 为了维持最好的防弹外形 降低制造难度 炮塔也没有尾仓 弹药就只能放在车体内 又要确保在行进中开户 就必须要使用自动装弹机 而且还必须使用位于车体底部的旋转式装弹机 苏联坦克从T64就开始配备了 一直到目前最先进的T80BVM和T90M 都延续了这一设计 第三是相对容易制造和维护 华约主打的就是靠坦克来撕开对手的防线 数量优势就是胜利的保证 因此华约必须确保自己的坦克规模要大于对手 制造坦克的时间就必须要更短 比如在T90A之前 华约坦克的炮塔都采用翻杀铸造 就是图一个工艺简单 自然而然对维修性能的要求也提高了 而北约刚好相反 就是一个防御的角色 待在东西德边境线上 避免华约坦克突破防线 很多情况下都要求有急射阵地 比如坦克碉堡 坦克部署在里面对外开火 行动能力用不着有多强 毕竟也不用什么机动 在原地当一个摸得感情的开炮机器就可以了 因此北约坦克对行走系统要求不高 比如M1A1和挑战者2 长途行军状态下妥善率就非常差 只有鲍2得益于德国人的传统可靠性还不错 同时既然北约坦克是一坨阵地防御 那么对于正面防护的要求就很高 还需要配备强力的坦克炮和穿甲弹 由于北约坦克往往使用整装弹药 使用自动装弹机的话 尺寸太大根本就装不进去 只能使用尾舱装弹机 而更多的情况下还只是尾舱除弹 人力装弹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坨阵地开火 用人力装弹也够了 最后北约坦克采用了一些提高人员生存性的设计 比如尾舱有泄压板和自动灭火系统 弹药舱远离最容易遭到射油穿透的车体 反正北约坦克在这方面一直被夸得比较神奇 而华约坦克就颇多诟病 什么特七二载人航天 三个航天员之类的梗天天刷屏 那么设计思路大向进行的两列坦克 在乌克兰战场表现如何呢 华约系坦克的表现倒是不出所料 特七二B3和特80BV这些 一旦被击穿 该训爆的训爆 该飞炮它飞炮它 但好处是可靠硬好 无论是春秋的烂泥还是冬天的硬地 特七二B3这种坦克都可以召开不误 维护也非常方便 被击伤了拉回去修一修就能接着用 被击毁了也能回收一部分零部件 回路再照 乌克兰估计一年能击毁七八百辆俄军坦克 俄军一年又能给你挫出来一千五百辆 规模比以前还大 北约那堆铁疙瘩 表现也是令人大跌眼镜 以往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 打出来的牛皮全破相了 不是说动力好吗 遇到乌克兰的烂泥就全线里边了 比如英国的挑战者2 在机车跟前表演了一把当场限车 连抢救车都拉不出来 到了战场上南边变成活靶子 无论是德国的柴油机 还是美国的燃气轮机 维护都比较复杂 开不了多少摩托小时就要拉回去保养 在尘土飞扬的乌克兰 维护它们简直是费了老劲了 另外 尾舱处弹的确不容易被正面直接击中 但巡飞弹和无人机 恰好可以绕过你的正面 从侧后攻击 尾舱的防护几乎就是一层厚铁皮 被巡飞弹无人机一捅一个准 直接捅到弹药舱 捅到就熏爆 卸压板倒是有用 也很难飞炮塔 但是整个车体都烧起来了 又太重 回收都不好回收 结果战损变全损 全损变汽车 成了一堆废铁 当然好处是保住了人员 回去可以换一辆车继续干 但是换车的前提是有车 可是北约基本上都放弃了自己的坦克制造能力 比如美国一年也就能搓个几十辆 德国也好不到哪去 英法干脆气疗了 别说造新坦克 连翻新旧坦克都不好做到 很多工人都是老头 要恢复且要等一段时间 比如美国现在最先进的M10轻型坦克 马力全开一年也就能造个五十台 相比俄罗斯是一点都不够看 这导致北约援助的坦克 基本上是打一辆少一辆 打没了就没得补 不仅让乌克兰用着闹心 连带着一些北约小国都直接给去军事化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北约和华约坦克 尽管在冷战时期算是各有千秋 但是到了乌克兰战场上 华约坦克反而要成功的多 第一是它的高可靠易生产的设计 更能够适应这种大规模国家间战争的需要 北约那些精工细作的玩具 更像是帝国自然战的跑车 不适应大国争霸的需求 第二是它的高通过性设计 更能适应乌克兰这种复杂环境 对于恶劣气候的适应能力 也超过了北约的坦克 第三是它的车体装弹 虽然始终被人诟病 但徐飞弹和无人机出现后 北约坦克的尾舱储弹也成了痛点 反而是彻底处弹 可以依托炮塔和车体侧面的装甲 防部性能反而更强一些 当然结果也是两极分化 没扛住被击穿了就是很倒霉 飞炮塔全体升天 扛住了就回去临场拿训章 现实中也的确有 特切尔B3被无人机连续命中 但无法击毁的战力 有那么点战斗民族 生死看淡的赌命本色 当然华越系坦克也是有改军余力的 比如使用可靠性更高的药桶 给炮塔加上防破甲弹的锤链等等 总之一场俄乌冲突还是能看出来 苏联才是最会玩坦克的行业 卫国战争的坦克大战不是白打的 卫国战争的经验 那么现在看来很多也并没有过时 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